你之前有没有被立哨帚挑战刷屏呢 这个据说是来自NASA的挑战 告诉人们2月10号这一天 地球的引力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于是能够让哨帚逼靠任何东西 自己又站起来了 要是你亲自试过的话 一定会信心倍增 因为你肯定能够非常容易的 就完成了这个挑战呀 除非是你把哨帚拉错方向了 话说回来 这个看似极不科学的说法 不像是NASA的风格啊 如果他真的是要开这样一个玩笑的话 就不怕翻车吗 我是不相信的 果然啊 LASA憋不住了 怎么都说是我说的呢 我可没有说过啊 于是就发了一条推特 撇清了自己的关系 同时告诉大家 你今天可以立哨帚 明天也能够立得起来 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 天天都能够立得起来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物理现象而已嘛 其实立哨帚这个传说呢 在2012年的春天就开始流传了 它可能来自一个更古老传说的现代版本 那就是春分时节立鸡蛋 在春分和秋分时呢 地轴的倾斜方向正好是车着面对太阳的 所以太阳直射赤道 不管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在这一天当中所接收到的太阳光都非常的平均 这也让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呢 白天持续的时间几乎都是一样长的 的确是个特殊的一天啊 那为什么不让它变得更特殊一点呢 这大概就是传说最开始形成的动力吧 那么既然引力不会突然增强来帮助我们赢得挑战 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赖解释 这么神奇的哨帚战力现象呢 其实正如Lasa告诉我们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物理现象 叫做力的平衡 我们常常会嘲笑一些容易摔倒的朋友 重心不稳 而重心就是这次人人都能挑战成功的关键因素了 哨帚看起来习习高高若不清风的样子 好像很容易倒一样 其实你只要平时爱干家务的话就知道了 比如像我啊 它的重量几乎都集中在下面的毛刷部分 而上面的杆子呢很轻 这也让哨帚的中心变得很低 而重心越低呢就越容易保持稳定 再加上啊很多哨帚底部都是平的 这又给哨帚提供了一个极其稳定的支撑 两者相加挑战让哨帚站不起来 或许还要更困难一些呢 所以你看啊 想要制造平衡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来降低系统的重心 就像是为什么张开双手走路牙的时候 更不容易让你摔下去一样 杂技演员就更厉害了 他们会直接给自己开外挂 在走钢丝的时候呢 手上拿着长长的平衡杆 那显然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酷的 而仅仅是为了帮助他们降低重心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问过很多小朋友 最有意思的答案是 杂技演员拿着这根杆子 是为了在自己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撑自己一把的 好吧 在你学一步经的时候 也许的确是能够派上这个用场的 不管怎么样呢 知道它是个玩笑 并且还能够让自己开心就足够了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挑战的话 我给你一个建议 听好了 侧面对着墙壁 然后让对着墙壁的这半边身体呢 从肩膀到脚底都一定要紧挨着墙壁 接着试着抬起另一条没有挨着墙壁的脚 挑战一下 看你还能够站得稳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